第281章 双降 这是他们现在没有多余的精神去关注那片雪林里发生的故事 因为他们看到了血气飘扬在燕明湖宅院前下侯推门而入 院门有些心似乎是前不久重新修过的 下侯推开院门进入漆黑的院落 耳畔忽然响起了一声禅鸣身体不由微僵 白天在皇宫里 他也隐约听到了一声禅鸣从殿前飘舞的雪花里传来 他确定那是幻听 但此时这声禅鸣虽然依旧虚妄 但似乎真失了几分 下侯脸上冷漠的神情没有一丝撼动 铁眉微条反而显得愈发的暴力 脚步稳定地踩过门槛踏过雨廊 来到了正厅之前 雪先前有过短暂的停止 紧接着便愈发暴烈的飞舞 后雪遮住了满天的繁星 风雪暗淡了长安城里的灯火 燕明湖畔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但下侯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石阶下种着几株寒梅 不知道什么原因 梅汁散乱 积雪下能够看到新鲜的断茶口 似乎是被没什么好风雅的畜生给啃食过 屋内有一盆绿珠 纵使是在寒冷的冬天 那植物依然蓬勃地生长着 枝叶肥嫩 清脆欲滴 趁着盆中的黄土愈发无趣 屋顶那根粗直的黑漆大梁 微微变形 应该是曾经遭受过某种撞击 出现了两道极细小的裂缝 想来不影响安全 但看着总令人有些心机 造型别致的陈务家侧方 搁着一盏油灯 那油灯以青瓷为度 灯绳结白 没有点燃的时候 也是件极美的工艺品 燕名湖畔这间宅院 让宁缺花了无数量银子 让齐四爷耗了无数的心神 又得皇后娘娘和李渔的大手笔天智 自是非凡 与清和郡那些名媛比较起来 只怕也不稍逊色 便是不起眼的务士 也都值得品玩一番 夏侯是武将 从来不会伤春悲秋 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性质 然而大战当前 他看着梅从 黑梁 盆景 油灯的目光 却是那般的专注 其实他并没有看梅从 黑梁 盆景和油灯 他正在看梅之鸡血里露出的黄纸 黑梁缝隙里夹着的黄纸 盆景绿纸里的黄纸 油灯青瓷灯壶压着的黄纸 这世间有一种纸 常为微黄色 那就是符纸 雁明湖畔的宅院里 到处都是符纸 这是一座符纸的宅院 叶红瑜之所以能够战胜陈匹匹 是因为他了解他 他知道他的恐惧 我也很了解夏侯 从判处魔宗的那一天开始 夏侯便一直在恐惧 或许是恐惧那位神秘的魔宗宗主 或许是恐惧西陵神殿揭穿他的身份 因为恐惧 所以他空虚 他开始杀人如麻 开始暴力冷酷 开始骄傲嚣张 宁缺从桑桑手中接过大黑伞 望着对岸被夜学笼罩的庭院 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理阴影 在宫门前他说的对 我也有心理阴影 所以我明白他的骄傲是他无法摆脱的致命弱点 因为骄傲 他现在踏入了我所选择的战场 这便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怎样利用他犯下的错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必须毫不犹豫的 把这两年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三百多道符 全部砸出去 写符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般潇洒随意的动作 除了宁缺自己 没有多少人知道 三百道符意意味着多少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多少次念力枯竭后的极度虚弱 多少次石海震荡后的痛苦不堪 桑桑知道 因为那些与油灯相伴的夜晚 他一直守候在宁缺的身旁 看着他汗如黄豆 脸色苍白 却依然笔羹不错 那些夜晚里 宁缺羹的不是田地 也不是文章 只是福 血液中的牙畔 桑桑扬起小脸望向宁缺 看着他的脸色如过去那些夜晚里一般的苍白 很是担心 却微笑说道 是啊 少爷 一定会胜的 宁缺闭上眼睛 握着伞柄 眉梢有些颤抖 右手有些颤抖 脸色苍白 石海里的念力顺着黑伞 散向满是雪花的空中 念力是正道修行者的根基 修行者却只能利用念力 去操控天地元气 然后施展出各种手段 即便是念师 能够直接以念力攻击敌人 也被局限在很短的距离之内 那是因为念力拥有一种无法更改的特性 这种特性便是念力一旦离开修行者的石海 便会随着距离而以数量级的倍数急剧涣散 归继于天地自然之中 宁缺此时 站在雁明湖南岸的山崖之上 距离对岸的庭院有数里之遥 他要触发庭院里隐藏着的三百道符 便需要把自己的念力送到彼岸 然而他的念力如何能度过这片雪夜中的东湖呢 就在这个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念力经过大黑伞的伞柄和伞面之后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是说念力的浓度增加了多少 而是向雪空里涣散的速度变慢了很多 因为气海雪山 翘色净曲的缘故 雪湖四周的天地气息 依然没有太能听懂他的念力唱出的这道曲子 但至少他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些 宁缺的念力悄无声息地穿越风雪 落到了遥远对岸的庭院里 倾刺灯壶压着的那张黄纸 吃的一声微响化为虚无 淡淡的造诣无由而至 从来没有燃烧过的洁白如玉的灯声 骤然一紧 轻油骤势燃起一道极微弱的火苗 油灯昏暗 略微照亮了屋厅的内外 随着轻油此灯诡异的无火而燃 屋子里紧接着出现了无数的变化 油灯所在的陈屋架整个燃烧起来 然后整个陈列架所在的空间燃烧起来 化为一团智烈的火球 照向下后如山般的身躯 火势飘渺而恐怖 所过之处任何的物事都化为虚无 唯有那盆景清直不一样 那些微微搭了着的 清脆欲滴的肥嫩青叶 被屋内的火蛇一撩 便如同肥肉般融化 化作淡绿色的油脂 滴入了花盆 那些夹在青色中的黄色符纸 瞬间不见 青叶化作的油脂落入土中 花盆顿时泵立 里面的黄土榨浆开来 弥漫在屋内的空间里 那些似微粒般的黄土烟尘 不知何故 竟是无比的沉重 每一颗土粒都像是石头 射向下后的身躯 紧接着那根乌黑的横梁上 黄纸也凭空消失 只听吃辣一声巨响 沉重的横梁 毫无征兆地从中断裂 砸向下后的头顶 下后眯起眼睛 如铁柱成的双眉 没有促起 反射着火光 似在燃烧 下后出拳 那只恐怖的拳头 霸道至极地 把身前所有的空气 全挤了出去 熊熊燃烧的浮火 骤然熄灭 惨淡至极 下后闭眼 任由那些石头般 袭来的黄土粒 击打在自己的身上 劈劈啪啪的 一阵密集响声 无数细小 却威力巨大的实力 重重地砸到他的身上 就如同无数颗冰雹 自天而降 击打在皇宫的屋檐之上 他身上的那件外袍 瞬间千疮百孔 他脸上 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下后低头 断成两节的无黑横梁 重重砸在他的背上 然后断成更多节 沉重的横梁 可以砸死十几人 却不能让下后的身体 微微颤抖一下 面对着宁缺的三道符 下后只出了一拳 这就是五道巅峰 尤其是他本来就是 为魔宗的强者 那么只要闭上眼睛 便可以无视任何知命 镜以下层级的攻击 急射如历的黄土 没有在他脸上 留下任何痕迹 断成无数节的横梁 无力地在他的脚下 滚动身影 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有一根睫毛 飘离眼帘 以下后的修为境界 完全可以不用 直面宁缺的三道符 他本可以闭 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 挥手破纸 之所以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他一直在注意 身后石阶下的那层残眉 宁缺认为自己很了解他 他也认为自己很了解宁缺 他知道宁缺是一个 怎样冷酷阴险的角色 他相信宁缺绝对不会浪费 三道宝贵的福祉 就是为了试探自己的深浅 必有后招 那层残眉里也有一张黄色的符纸 夏侯认为那便是宁缺的杀招 所以他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那处 果不其然 下一刻 残眉里的黄色符纸化作了一道青烟 残存不多的梅花 狂颤离枝 如同蝴蝶般飞舞向夏侯的脑后 夏侯没有回头 随意地一指点向身后 当他的指尖触及煤半时 铁煤忽然粗其 那半煤化作了一滴水 那从残煤里的符纸 竟是如此简陋的一张水符 夏侯粗煤 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判断出了错 但他并不在意 神情漠然地向上望去 那处屋梁已断 屋顶破开了一个大洞 人在屋檐下举手渴望星空 今夜风雪交加 无星可看 只能看到无数片雪花 随着夜风从那个洞口灌了进来 还有一片正在逐渐消散为寒意的符 那些从洞口飘落的雪花 轻轻飘舞间 似乎变大了无数倍 一道极寒冷的符翼 骤然间笼罩了整座建筑 甚至连建筑内的空气都凝住了 夏侯抬头 看着落雪 霜眉顿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